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呢 犯同样错误的或者误听误认的呢 大有人在 张一和说 他有一次参加一个戏曲学术的会议 和这个京剧版本艺术家唱囚派的大师袁世海 两个人相邻而坐 那么当别人给袁世海介绍这个张一和 说这个张一和女士 是咱们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 这时候这袁世海呢无动于衷 看都没看他一眼 然后这介绍的人呢 马上就换了个角度 介绍张一和 跟袁世海说 袁先生 这位女士啊 她的爸爸是张伯军 这么一介绍 这袁世海立马就回国撞过头来了 然后就和这个张一和就握手 并且跟张一和说 说令尊大人是我非常敬佩的专家 他对戏曲界的贡献是我们这些演员所不及的 哈哈哈哈 袁世海 老先生也把张伯军听成了张伯鞠 那张伯鞠在中国戏剧史上 戏剧史上 那一定是是是是是这个名垂青史的 哈哈哈哈 可以说是两四两百多年以来 从昆区以来一直到京剧 可要说票友的话 可能是 number one 的票友 啊 那就是张伯军 啊 这是一个理由 还有一个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张伯军在1958年的时候 也曾经被划为右派 但是他对待自己这个右派的这顶帽子的那种态度 啊 那和很多老右派们 尤其是你想和他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名字 这个激进相同发言的这个张伯军之流比的话 啊 那完全是这这这这 云离之别 哈哈哈哈哈哈 啊 所以很有兴致就想 啊 借着这个反右这个话题啊 啊 说上这一节的张伯军 啊 啊 关于民国四公子有好多这种说法 我倾向于这个张学良 张伯军 这个普通和袁克文 啊 我觉得这四个人捏在一起啊 共性的东西很多 啊 你说民国四公子 你肯定要找他们 共性 共性非常之多 这几个人捏在一起 是不是啊 那那那那那 那这个公子哥的这个气派 哈哈哈哈啊 啊 公子哥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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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格啊 啊 一群分 哈哈哈哈 公子哥也是一群分嗯嗯嗯 像说民国四大美男子 起码得长得漂亮啊 是啊啊 啊 公认得漂亮啊 啊 啊 公认得漂亮啊 啊 啊 那么张伯军在民国的四公子里面啊 那绝对是独树一帜的 这么一位 应该说他和张学良两个人 在民国四公子里面 应该是在中国历史上 都能够名垂青史的 普通和袁克文 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了 就已经了 那么张伯鞠 这个张正芳的儿子 其实是后任的 过级过来的 是他侄子 但是因为张正芳没有儿子 就把自己兄弟家的张伯鞠 就给过级过来 做了儿子 那张正芳是何等人物 大家可以去在网上搜一搜 查一查 跟着老袁家 跟袁世凯 这个名字 这个谐音要撞车 刚说袁世凯 我就说这个张正芳和袁世凯 当年是什么渊源 然后看看咱们老张家的产业 看看中国盐业银行 包括张伯鞠年轻的时候 曾经也一度要自成副业 从军做官拜过旅长 后来又要接受家业 然后做盐业银行董事长 最后怎么样自己 那叫一个风范 那叫一个风范 那真是市金钱如粪土 公民如粪土 如草芥 什么都不要 开始玩 然后你看一玩 人家就玩到天上去了 人生的所有的内容 余生中所有的内容 就是一个字 就是玩 就是玩 连夫人 当年 这个 响彻上海滩的 这个赫赫 这潘妃 潘素女士 那都是 我们公子哥 当年 吃滑酒的时候 玩 才认识的 惊为天人 最后 怎么样给偷出来 最后 明媒正娶 但是呢 娶过家门之后 开始领着媳妇玩 媳妇 媳妇以前会谈皮 底子不错 那么开始 请各路名家 开始 给自己媳妇 半般 一对一 教自己媳妇画画 结果人家 还潘素女士 一画 就画到张大千 所说的 直逼唐人 就到这份上 老两口 后半生 那玩的 那个潇洒 一直玩到死 那真是玩出了 境界了 真是玩出了 境界了 那么张国军 平生这绝大 这个部分时间里头 他是作为一个 这个收藏家 鉴赏家 这个书画家 诗家 词人 还是一个 京剧艺术的 研究大家 多种角色 反正都是 跟玩有关系 急于一身 要不说 这个人怎么是 一个文化奇人 他骑的事太多 大家可以 在网上去看一看 张伯居 我觉得值得 了解了解这个人 我们今天就说 他骑在哪 有一条 就说他这个 这个这个 一生 这个忽悠国宝 这件事 现在多少页收藏 玩收藏 啊 中央电视台 不也搞这个节目 庸俗的不得了 那他们叫收藏 那不就把地摊 开到了中央电视台 你看人张伯居先生 人家是怎么玩收藏 一辈子 倾家荡产 四处 他妈的 这个收集 这个自己看 入了自己眼的 这个国宝 最后怎么样 啊 一股闹 都给了国家 甚至分文不取 就这 竞技 那是当下 这些 凡夫俗子 这些个 粗鄙之辈 所能望其向辈的 张国居 曾经买下了 中国船市最早的墨迹 就是西晋 陆基的 平复帖 曾经买下了 船市最古的 这个画迹 随潮的 这个画家 这个这个 咱只钱的 幽春土 这每一次买卖 都是一段佳话 买下了 李白 唯一的 留下 市传留下来的 真迹 上阳台帖 你更不要说 杜牧的 什么张浩 好诗啊 范仲淹的 什么道夫赞的 黄庭间的 什么 草树卷的 等等等等 不遗而作啊 平复帖 他是怎么买的 啊 哈哈 你再说 在平复帖上面 这个这个 这个 张国居 那平复帖 平复帖 是最早的 这个 船市的 这个这个 这个墨迹 最古老 这个墨迹 你看 这个中国书法 什么时候开始 开始有 西晋陆基 那个时候 啊 写的 留下来的 啊 快两千年了 西晋啊 一千多年 传下来 经了多少 手啊 这个搞收藏的人 大家都知道啊 现在好像也是吧 正儿八经的 这个藏家 要么自己也是 或书或画的 物一本 啊 要么就是撞刻呀 什么的 那都有自己的东西 那么自己经手过的 真正的这种藏品 一般的人都要在上面 留下自己的这个印记 要么 哎 签上自己的印章 要么签上自己的名字 甚至提一提款 什么呢 所以你真正的好东西 你拿到手里 那 就是轴啊 横轴 竖轴 拿开 来 截着一打开 一拉 首先映入眼帘 那是什么呢 不是画作 或者是书法作品 而是历代藏 历 经手的 所有经手的 这些藏家的 留下的这些印记 哈哈 是不是啊 那都是这个 这个藏品的 这个这个 外延的价值之手在 作品以外的价值之手在 历代这个大的收藏家 你包括多少帝王啊 经手过贫富铁的 这些帝王 那都也都这么 在贫富铁上 留下了自己的东西 但是你看张伯军 一个字都没留 一笔花都没留 那么多少 这个 经手的人 收藏过贫富铁的人 那通过这个贫富铁 都赚了多少钱 毛了多少利 可能所有的 这个经手的 这些藏家里 唯一没在 屏服铁上赚钱的 非但没赚钱 还在屏服铁上 自己 到贴上了 一大笔银子 一大笔钱的人 就是这个 张伯局 他最后把贫富铁 捐赚给国家了 一分钱没要 那这贫富铁 你再说最早的 这个画迹 就咱之前的 这个 油纯土 这当时 这个 这个 这个辛亥以后 这个 溥仪他们 从清宫里 从故宫里 被给弄出去了之后 拿走了一大批东西 嗯 这 这个 包括 就包括 这个 这个 战子前的 这个油纯土 后来 这个带到天津 后来 这个日本人扶持的 这个 温宴宛国 他就把他 带到了长春 在这个 伟皇宫里面 后来 这个八五光福 最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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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伟皇宫 也被抄了 这个 这个油纯土 也就从那流出来了 后来 几经辗转 就 流到了这个 琉璃厂 北京的琉璃厂 然后 到了一个 大买家的时候 听说 这买家 正在跟 外国人 谈价 打算把这个 卖外国人 这样 张伯俊先生 急得把火上了 最后 几经 这个 这个 还价 最后 他把自己 就是 占地十三亩 咱们以前说过吧 就是当年 李莲英 在北京的 那个宅子 占地十三亩 整个的 就卖给了 富人大学 卖的 拿到的是美金 用美金又换成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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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 换了二百两 不够 最后又把他 太太 这个 攀素的一些首饰 变卖了一部分 最后 凑足了 二百二十两 黄金 把这个 有春土 给买到手了 最后 也都 献给国家了 这 李白的 这个 上阳台 其实更有故事 说 五三年元旦的时候 还是 还是这个 这个 春节的时候 毛主席 派秘书 可能是田家英 你田家英号这些东西 就派田家英 应该是田家英 送了 几何理 这个 火腿 点心 什么这些东西 给这个 张伯菊 这个 那老先生 感激万分 毛主席 给我送来 来了 军 赠我以木瓜 我欢军以穷摇 是不是 张伯菊过后 就把自己 那绝对是 心头肉啊 李白的 上阳台帖 就回赠 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 非常高兴 但是呢 就说了一句话 连城之宝 不敢归诸己守 就这么的 就把这个 上阳台帖 转交 给了故宫博物院 就给故宫收藏去了 不仅如此 因为张伯菊是 这个送给自己的 送给主席自己 尽管主席把它交给故宫了 但是主席 还是按照规矩 人家自己 主席自己 从稿费里 拿出一万块钱 连同感谢信 一起 让中办 转交给了张伯菊 那张伯菊 那那份感情 那可不是 大连初一 收到毛主席的礼品 那通过这件事 张伯菊 对毛主席 对毛主席 这人的这个 这品歌 那 赶配的五体投地 张伯菊 服过谁 你看看张伯菊 那个 他的生平 你看看张伯菊的 自己的一生 是怎么过着的 有几人能入得了 张伯菊的法院 但是 就通过这件事 包括这件事 那对毛主席 这是五体投地 这是他收藏的 这些国宝的一些故事 那么就这些国宝 都是价值连城的 这些国宝 后来张伯菊 悉数都捐给了国家了 把共产党都搞不好意思了 最后拿出二十万块钱人民币 要给张伯菊 就是作为 酬金 还是作为奖励吧 张伯菊 分文为取 但是他接受了 一个奖励 谁呢 文化部长 谁签名的 一张奖状 就是一奖状 上面就写着 这个张伯菊先生 潘宋女士 然后捐了哪些 哪些东西 最后说 划思为公 足资凯事 特欲包养 签名文化部长 沈彦斌 这是1956年的事 这是作为一个文化奇人 张伯菊的这个 跟他的藏品 故事 56年 把这些东西都捐给国家了 但就是这样 这一年多以后 也没耽误 这个 共产党的一些个 这些个 小平的一些部下 把张伯菊老先生 给打成右派 但是也恰恰因为 被打成了右派 那么张伯菊 在这之后 人自己的这份操刑和态度 那真体现出了 张伯菊 不仅仅是一个一生护国宝的真丸主 不仅仅是一生护国宝的文化奇人 而且还是真名士 真名士 说到这个张伯菊 当右派这个事 就不得不说到 他和陈毅元帅之间的交往 后来这个 现在传的都多了 包括唐世宗 什么 很多人现在好像写这东西 把这个东西作为谈资 作为 这 这个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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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笔生花的东西 把这个东西 无限的夸大了 不得了 这个 关于陈毅和张伯菊的这个交往 好像这个 这个故事越编越奇 其实好像没有那么复杂 没有那么复杂 张伯菊和陈毅两个人 那绝对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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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脾气相投 爱好相投 这个 所以呢 就是 一经相识相见 就成了君子之交 但是他们之间的往来 确实是很少 确实是很少 这样的人也不需要太多 这也不是九肉之交 根本不像唐世宗 他们这些人写的那样子 就 包括说什么 张伯菊 最后怎么当的右派 说是康生给他打成右派 为什么呢 因为康生看 中了张伯菊家里的一个藏品 然后 这个暗示张伯菊 张伯菊 结果就没成全 康老 康老 怎么样 把张伯菊打成右派 这都混话 这都混话 康老不至于这个事 然后说这个过程中 陈毅怎么替这个张伯菊说话 又找了周恩来 然后又都上达天庭 到了毛主席 那怎么怎么着 这些东西应该说 都是有些捕风捉影 捕风捉影 无限 把他们之间的友情 这种他们这种君子之交 这种档次的君子之交 就给矮化了 张伯菊 老先生曾经留有文字的 回忆陈毅元帅 写过这个文的 他这文里对于他和陈毅之间交往 有过明确的记载 根据他的记载 他和陈毅两个人 只是见过两次面 可能电话通过 通过好多电话 也可能 然后什么的 但是这个见面只见过两次 我大致给大家读一读 张伯菊写的这个 回忆陈毅元帅的这个文 他这么讲 他说全国解放一年冬 那就是1950年冬天了 于在上海 曾屈业陈帅 直期去南京 魏巫 张伯菊 首先去看陈毅 没见着 五七年夏 始乡勿于北京 坐接春风 你看同两人 这个一见如故的 那个亲切劲的 张老先生说 坐接春风 陈帅如冬日可爱 平易近人 言谈爽快直结 全出于成 成义的成 六一年 于于义 吉林 于义吉林 就是他那时候 这个六一年的时候 在吉林省工作 那时候他在吉林省博物馆 又相误 这是他跟六一年的时候 他在吉林博物馆任职的时候 跟陈毅 见过第二面 二次最后 结以要忠于毛主席 相助 嘱咐 应该说是 陈毅 嘱咐张伯菊 二次最后 结以要忠于毛主席 相助 七零年 于回北京 陈帅 以病重住院 以病重住医院 未获乡悟 悬大兴俱臣 于碗以连云 仗见从云坐干城 忠心不义 君生在淮海 一爱在江南 万数尽险埃 回望大好河山 永离赤县 回望大好山河 永离赤县 辉河晚日 皆尊祖 豪气游存 不愧于平生 有功于天下 九泉英寒孝 助看重新世界 便书红旗 这是张伯菊 给陈毅写的碗链 没见到 这个陈毅住院 结果大兴俱臣 很快陈毅就去世了 所以张伯菊老先生 洗了这个碗链 陈帅由北戴河观海摄影 因属世人潘素 做海司徒 于提师 以致悼念 今天国务院参事室文史馆 去井冈山参观 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 进驻井冈 朱德总司令 陈帅率领南昌起义 保存下来的部队 到井冈山会师 成立红军第四军 毛主席任政委 朱总任军长 陈帅任军委书记 经瞻仰中国红军第四军 军部就职 对毛主席朱总 陈帅艰苦卓绝大无畏革命精神 及建设中国丰功伟绩 深受感动 陈帅 微于平生之己 然怀念不尽之意 而在于功 不仅在于思也 这就是张伯军老先生写的 回忆陈吟元帅 这个 一部分内容 从这里面呢 你可以看出几个 第一 他和陈毅只是见过两面 第二 两人一见如故 可以说是心心相应的这种感觉 第三呢 就是这个 陈毅去世张伯菊 痛道 并且亲笔提携晚联 关于晚联的事 还有后续 一会儿我再说 还有呢 就是他讲了 这个他对陈毅 包括对毛主席 对那一代中共党人 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党配之情吧 这是张伯菊 这样的一位 民国的 所谓民国公子 这样的一个前世 这样的一个出生的人物 在新中国几十年之后的 对一代中共领袖的 发自肺腑的一份感情 我相信 张伯菊 老先生 写的这个文字 会被张伯菊 之流 包括他的女儿之流 难以接受 甚至可能 是不是觉得张伯菊 老先生有 这这这 盘龙赋会 赋奉之 之之之 是吗 不是 不是 我们下面还要接着说 还要接着说 这就是张伯菊 老先生 和张伯菊 在这方面 来说 这也是云迷之别之处 张伯菊同时 还另外写了 一篇文字 叫也算其缘 我与陈毅元帅 也写到过 他和陈毅元帅的 这两次见面 他这么说 他说61年 吉林省一专学校 约我爱人攀素 去讲授国话 省宣传部长 来电并约我同去 行前 我写信给陈元帅辞行 那有五七年 与功一物 绝功如冬日可爱 至今耿耿难忘于 陈帅见信后 接我见面 首先问我列入右派 事先问 首先问我列入右派 事先为何不向笔说 我说事先我未想到 不过授受教育也是好的 陈帅说 你这样说 我替党谢谢你了 你把你一生所珍藏的 晋唐宋原青书 都捐给国家了 你会反党吗 陈帅直言至今感激 这是张国居老先生 另一篇门里头 写到的他和陈毅元帅之间的 这个交 五七年 六一年的这一次交 这一次见面 但是呢 他说到了他在吉林 工作在吉林 曾经在吉林工作 也说到自己 五七年当了右派 然后也说到了 这个陈毅元帅T的抱不平 他也表达了他的 张国居老先生 也表达了自己的一个态度 他觉得无所谓吧 受受教育也是好的 当个右派能怎么着 受受教育 这都提到 但是他可能没 不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我相信有这样 这个坊间有这样的 一个说法 我觉得这是真的 但是张国居老先生 可能不知道 就是他为什么去的吉林 这个事 可能真就是陈老总 暗中相助的结果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说1960年的时候 吉林省委书记 那时候吉林省委书记 叫于义夫 然后到北京开会去 见到陈毅 陈毅就跟他说 说我有个朋友啊 叫张伯居 目前的境遇不好 你能否在吉林 帮我安排一下 就 这个请于义夫 帮这个忙 那么不久 这个张伯居 老先生就收到了 吉林省的这个邀请 说是 县省博物馆 急需要有经验的人才 若伯居先生身体允许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 这是一份聘书吧 应该说 就这么着 张伯居 写着夫人这个潘宿就去了吉林去工作去了 担任吉林省博物馆的这个第一副馆长 但是这个博物馆也没有馆长 谁能管得了他呀 当然了他在吉林工作 他北京还有房子 他房子就在后海南样 大家可以后来拆了 后来改造 改造听说的吗 改造的 布伦不类的 这个 听个 现在情况改的 这个 所以也是 这个忙的时候可能在吉林 在长春 然后呢 逢年过节 原来会儿不忙的时候 拉两口也回北京 这个 两地这么王法吧 可能就是这样子 那么 接着这个坊间这个说法就说呢 这个张伯居 去这个吉林工作之前的时候 去跟陈毅道别 跟陈毅道别 这个就和这个 61年 这个谁 这个张伯居的这个 他这个 回忆这个文里 他和陈毅元帅的这个 这个文里头 这个时间基本就吻合了 60年 61年 他就跟着去 跟着去 这个到吉林去报道 那么后来跟陈毅辞行 他说的是陈毅 把他接到他家里头去了 那时候陈毅住南海 然后这个 这个陈毅就跟这个 张伯居老先生 又提到了右派的事 说你这样的人都被打成右派 我该向你道歉 张伯居老先生怎么说 又一次表达了自己的 这份态度 老先生说 潇洒不及 那真是潇洒不及 说国家大 人多 个人受点委屈难免 这算不了什么 我自己看古画 也有过插错 为什么不许别人 错我一顶帽子呢 大家听听 这就是张伯居老先生的 高峰亮节之处啊 国家大人多 个人受点委屈难免 算不了什么 就是这样的一份态度 你说他这话是面子话吗 根本不是 他不光一次才这么说过 你说他是面子话吗 他和潘苏的女儿这个张传彩 这个曾经有一篇文章 写的他父亲 怎么说的文章里 说父亲时常教育 我说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 这是大事 不能马虎 除此之外都是小事 不必斤斤计较 你看张伯居老先生 你看人这范儿 这才真正叫范儿 你看人这气量 丁一泼洋湖吧 你跟张伯军 罗隆基之流比 那不就是一英格乌门 是不是 对共产党如此 对于共产党给自己的这个误解 甚至是这个不公正的这个对待 你看人老先生 尽如此之心怀 那之 含之 不仅如此 各路相交 各路朋友 张伯居先生 从来都是 那真是海纳百川 你比如在说 他和这个 他这个名字极其 这个谐音的这个张伯军 他们之间有过交往 张伯军 当了右派之后 也请过 这个张伯居 潘素两口子 到家里去做客 后来这个张一和要学画画 张伯军还主动的 向这个潘素女士提出的申请 说让潘素女士来教 这个张一和画画 就有过这样的交往 这样的交往 那么69年的时候 张伯军 这个去世 那么 那你这个 你去世了 说是 你的79间房子 那你当这右派 包括大命 都一直让你住着 那你 过去了 那这房子 国家自然就要收回去了 就要收回 后来张一和不是跟人抱怨吗 其中有一条 就是我爸爸去世之后 就那么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共产党就把我们 我和我妈 从东西江湖通 给赶出来了 你配住吗 那79间复国级大宅 你跟你妈妈 包括 尤其是你 你怎么想 这是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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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女俩搬走了 然后呢 这个 因为张伯军 张伯军 一直到死 都还是右派 大右派 所以张伯军 去世 一直到 李建生 张一和 母女俩 搬出老宅 另 寻到新的住处 很长时间里头 就没有一个亲戚朋友 去看望 这个 这个 李建生 这母女 但是张一和 不写过吗 张一和说 万万没有想到 张伯军 竟是登门 调位死者与生者的 第一人 张伯军老先生来了 当时 说这个张伯军 从报章上 读到了这个 张伯军的这个死讯 然后呢 这个 知道他们又不在 这个老地方住了 说这个张老先生 就拄着拐杖 拖着老病之身 满北京城的 打听走法 找了整整一天 说终于 找到了李建生 和张一和 这母女俩 这个新的这个住处 那么 这 张伯军 潘速复复复复的 这个到来 把这个李建生 这门庭冷落的 这李建生 我们俩个感动的 泪流满面 李建生说 说伯军相识 遍天下 事后慰问者 你们是第一人 这张伯军 这去世应该很久了 事后慰问者 你们是第一人 伯军相识 遍天下 所以你看看张伯军 这样的人 你看看他的人缘 你看看他这一杯 一声走完之后 他给人们留下了 多少念想 后来张一和在书里 不这样写吗 说张氏夫妇 在我父母的人情交往中 不过是看看话 聊聊天而已 他怎能和父亲那些血脉 相通的至亲相比 他怎能与父亲 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 他怎能同那些参寿父亲的提拔 与接济的人相比 但人心比一 事情乖 事情义乖 相亲相关 相近相后的人 如浮云飘散 而一个非亲非故 无干无戏之人 却悄悄叩响了家门 这就是张伯菊的为人 这就是张伯菊老先生的风采 因气度而有的风采 那么 1970年代初 这个吉林不能呆了 张伯菊和潘素夫妻 老两口就回到北京了 但是呢 因为他们都到吉林长春去工作了 户口都迁走了 那么他们在北京那时候就没有户口 你没有户口呢 就没有布票 没有粮票 这些个生活必须有的票证 然后也没有呆妹 你私自回来的 也没有调转函 也没有接受呆妹 然后自己回到老宅里头 这老宅里又住了 住进来好几家 这街道又给 好几家人都弄到他们家来住来了 说老两口当时 就这窝居在 十来平米的一个小屋里头 靠着变卖一些家具 变卖一些 就是家里还剩下的一些个物资 和一些 同时靠着一些亲友阶级 说在那度日 那应该说是非常艰难的 大家感觉 尤其像他们这样的出身 那真都是富甲天下 富可敌国 这个家资家产 从那堆里出来的 这样的这个人 老了老了 如此之生活窘境 你按理来说 这不是常人 所能坦然面对的吧 但是你看看 张国居攀素老两口 是怎么活的 就那么难的 这马卫都的这个 说他的老师 王世襄是他老师嘛 所谓的京城头号玩家 这个明清家具研究里面的 这个可以说泰山北斗这样的人物 王世襄 骑个自行车 弄个菜碗 天天买菜 那个王世襄 那是张国居的这个好朋友 你想都是玩家嘛 这个王世襄 有名言啊 王世襄这个 跟这个张国居 我估计就王世襄这一句话 就能成为张国居的好朋友 王世襄有句什么名言 说一个人如果连玩都玩不好的话 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 我觉得这话说的 特别特别有神采 并且我觉得这话说的平摆 但是确实是 富有哲力啊 并且趣味盎然 都是大家 真都是出自大家之口啊 那王世襄那个时候呢 就曾经几次 去看望这困军 困顿中的这个张国居 后来王世襄怎么说的 怎么评价的他的老友 他说在那最艰难的日子里头 张国居除了年龄增长 心情神态 和二十多年前 住在李连阳旧宅时 并无差异 不怨天不由人 坦然自若 依然故我 王世襄 就这么说张国居老先生 就这范儿 这才真叫范儿 坦然自若 依然故我 不仅依然故我 还依然那样的热爱 毛主席 1971年毛主席 78岁生日的时候 张国居老先生 特意填词 为毛主席喝手 而所添的这个词牌 还是宋人最喜欢 表达爱意的那个词牌子 这股添 他是怎么添的这首词 这首这股添 祖国山河换旧之 今朝始作 主人翁 甲兵百万 藏兄内 世界三千 在长中 光日月破鸿蒙 不为马上是官雄 武州镇 武州飘荡红旗里 授欲无边 鸡大同 调记 这股天 祝毛主席 七十进八 受辞 中州张伯军 大家在晚上能看到 张伯军老先生写的这幅 田内秀 辞着自己写的手记 他赠给一位朋友 一个手记 大家可以看 这就是张伯军 这就是张伯军 对待毛主席的 明示法 这是真明示 那么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六号 给毛主席填完这种 贺词 受词 十天以后 陈毅元帅就去世了 消息传来张伯军那 武力轰点一般 张伯军写诗填词 那张伯军就来 就跟正常人说话 打招 就这本事 陈老总走了 张伯军 天一书 这武力怎么写 痛我长城坏 寒天落大兴 一言有感激老泪 呼纵横 日暗惊奇色 江辰骨脚声 东南于壁垒 忍过 亚夫莹 还觉得不够 接着 一有未尽 不又灰泪 写了那首晚帘吗 就是方才 我说的 他在自己那篇文章里 提到 张伯军 重迎坐干城的 那个晚帘 陈毅追悼会的当天 这幅晚帘呢 就放在那个 八宝山 那个对外宴 那个厅里头 毛主席那天不是 到了现场 出席了 陈毅的这个追悼会 然后进去之后 看这些晚帘 一眼就看到了 这对晚帘 一读 那这一看 这就是高手 然后一看 问别人是谁的 说张倩 好像是张倩 陈毅的夫人 张倩 是张伯军先生 然后这个 后来就跟主席说 说张伯军 还有从这个 接近回来 连户口都没有 生活机器 救不过 然后这个 毛主席一边 夸着这个脸 写得好 然后这个 一边 这个嘱咐 这个专来 从速的解决一下 张伯军的问题 然后才有了张世昭 张世昭老先生 给这个张伯军 发聘书 做了中央文事馆的 官员 结束了那一段 一个时期的那样 窘迫狼狼狈的生活 这都是张伯军 自己做人的造化 做人 做到那份上 做到那份上 研究 《红楼梦》的 有个专家 周武昌 周武昌先生 评价这个张伯军 怎么评价 他说阅读张伯军 我深深觉得 他为人超拔 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 一般人时间坐标系 三年五年 顶多十年八年 而张伯军的坐标系 大约有千年 所以他能坐观云起 笑看落花 视寻名如糟粕 看视力如尘埃 我觉得周武昌先生 对张伯军的评价 入目三分 起码说到我心里去了 就是这样的张伯军 我心目中的张伯军老先生 就是这样的一个 人 真正的人 知道感恩 然后真明事 真明事 所以在我这儿 我相信 在未来的这个历史里面 两个名字发音相近的 这个张伯军和张伯鞠 是会受到不同的对待 我相信在未来的历史里面 张伯军 不及 张伯鞠 世界关系 张伯鞠老先生 这位真明事 我就说到这儿 大家感兴趣 包括他和潘素的这个 这两个人 这个爱情故事 那都是奇呀 都是传奇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好 我们今儿就说到这儿 明天起 我们说 罗龙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